如果可以用动听的故事传达环境的重要性 自然而然弱实在生活中 就是很成功的环境教育了 花莲县环保科技园区结合了薪水设施 并拥有18栋独立的环境教育主题馆 各个皆具有知性与乐趣 本园区结合了修器和花莲在地自然人文特色 花莲环境教育3D乐园的路口处 几幅大型的绘画场面 符合了现代人走到哪都要拍的画面需求 玩乐中 弱实环境教育正是生活处处是环保的权势 其中3D彩绘馆的发想概念 就是以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绘本故事为出发点 引领视觉感官和想象力 在立体图像中奔驰自然的天地 并且将环境教育融入3D彩绘的世界 汇集花莲自然山川大地的3D彩绘馆 以适动展览空间 具体而为的形塑自然与生态的动植物风貌 我们不仅诉求3D的视觉效果 更期待能够营造出5D的全方位感官 让参观者们在3D空间中 能够感受到视觉、触觉、听觉、受觉以及精神心灵的触动 同时,参访动线就是以本立体绘本故事 拍照出来的画面都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情节 能够让图面活起来哟 走进山川馆 可以欣赏到太鲁阁峡谷为主轴的3D山川馆 带领大家进入到海洋世界的3D海洋馆 从热气球上 眺望花东重谷的3D天空馆 以及如同自身格列佛游记中的3D故事馆 3D彩绘馆 是个展馆的地面均为大型的3D彩绘 让游客们尽情地可以在不同的角度拍照留念 享受3D彩绘的立体感 探访3D美景的背后 更强调的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各展场空间 并设有结合多媒体影音 以及互动机制的大型立体装置 结合崭新的电脑科技艺术 让游客们可以体验科技艺术带来的互动与惊喜 并且顺利其境地感受生态及保育的重要性 走进山川馆 想象山的精灵 与长中山羊 台湾猕猴 赤富松鼠 在林间西系 山风 西水 是他唱歌的最佳和声 我们希望透过3D的彩绘表现 让参观者们可以透过拍照留影的方式 进入太鲁格峡谷丰富的生态历险 以画面传达太鲁格峡谷 以及花莲的丰富生态 并启发大家对于山林美景的保护意识 山川馆中的主装置是位巨大的山神 可以在山神的山洞中 欣赏到花莲的生态影片 在山川馆的另一处也设有互动装置 参观者们可以透过互动跑步的方式 结合了山洞中的数位动画 带领大家进入到太鲁格峡谷 以及中横的地景 体验了花莲山川地景的风貌后 更希望大家对于生态景色的感动外 也萌生生态保存的概念 并希望大家 下次去这些景点的时候 更均守保育的相关规范 让生态美景永续流传 在馆内我们设有前线异动的环境教育小知识 像是介绍山川的开发以及影响 太鲁格峡谷和欢山 南湖山区的生态等 如果想更了解其中的内容 可以透过QR Code的扫描 连接到网站上去 获取更多的知识哦 顺下的海洋与天空 无尽的蔚栏 是游客们最爱拍照的花莲景点 如今这些美景和背后述说的环境故事 在海洋馆尽收盐底 海洋馆内的3D彩绘 表现了花莲外海 赏金屯的生态旅游 大家不妨停下脚步 尽心聆听海洋的律动 海洋不仅提供人类食物 也吸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 人类制造过多的碳排放 造成了海洋双化 危及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 在馆内 我们一样设有环境教育小知识 可以让大家了解海洋的生态 以及保育的方式 海洋馆中的组装置 是个巨大的鲨鱼 大家可以将自己DIY 彩绘的海洋生物们 透过扑动机台 扫描到鲨鱼的嘴巴里面去 让小鱼们活起来哟 在鲨鱼的嘴中的小世界 自在地游泳着 体验到创造生命的感动 然后我们也收集了大家 所彩绘的小鱼们 看 大家画得都好有创意哦 在展览期间 我们也举办了亲职彩绘活动 由专业的彩绘老师 带领大小朋友们 一起DIY自己的3D彩绘小海豚 在创作的过程中 老师会带入海洋保育的议题 每个人创作出来的彩绘小海豚 都如同每一种海洋生物般 独一无二 我们不该以人类的角度 致死地伤害着一些独特的生命们 传达海洋保育的概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天空馆中 透过3D的彩绘表现 让大家可以游高空 鸟看花东重骨 体验在云尘上的视野 天空中 当然也藏了奥妙的环境知识 空气中的气体组成 与温室效应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些我们往往置身其中 却又忽略的细节 透过举手之劳的行动 可以改善环境 这些知识都在天空馆中 可以让大家深刻地体验呢 翱翔天空 是自古以来人类的梦想 在馆内 我们透过拍照的互动机台 按下拍照钮 将自己的影像 投影在天空馆巨大的热气球上 我们可以在热气球上 自由自在地飞翔哦 帮在热气球上的自己 拍下最有纪念价值的照片吧 在热气球的另一面 可以看到环保双熊的影片 环保双熊以十大宣言 传达环境教育的理念 三滴故事馆 串起山川 海洋 天空的概念 结合在故事馆中 仿佛我们都变成了 格列佛游记中的小小人物们 在巨大的三滴彩绘会本中 有一场奇幻的小小冒险 透过故事馆的互动机台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影像 投影在巨大的故事书 组装置中 成为故事里的主角 此外 在故事馆中设有四台互动装置 可以用拍照 或者是彩绘的方式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明信片 透过这样的游戏 我们融入了环境教育的议题 在山川小学堂的问题里面 在国家公园中 如发现漂流木 以及其实 可以置行系带回家吗 应选择否 这类的游戏问题 共有五题 只有了解花莲的生态 和宝玉 答对游戏中超过三个问题 才能够将自己设计的明信片 积回家哟 为了增加和小朋友的互动 并增添活动的丰富性 三滴彩绘馆在展览期间 举办了两场亲子讲座 游客们可以在三滴彩绘馆中报名 第一场我们请来了黑龙船杖 带领大家去亲近海洋 拥抱金屯 进入一位捕鱼人 到海洋守护者的生命故事 这样的生命故事 很值得大家去静静聆听 第二场由星象社区的团队 和大家分享神奇树屋 以及纸之居的故事 融入环境教育的议题 大小朋友们可以透过绘本的方式 更了解到环境的保育 各场讲座的最后 都会进行彩绘立体小海豚的活动 由专业的彩绘老师 带领大小朋友们 在立体的白色小海豚模型上面 绘制属于这个夏天 缤纷的回忆 在展览期间 3D彩绘馆总共有143492人士到访 整体的评价 有高达94.04%的支持满意度 参观者们对于3D彩绘馆 接留下狠帮的回忆 由问卷得知 大部分的参访者 皆是带着家人和小朋友们前来 在年龄的分布上 以15岁以下的小朋友们 占了将近4成 20到40岁的年轻族群 也占了将近4成 本管可说是大人跟小朋友 共有的欢乐天地 而在议题上 参观者们对于动物 植物 以及自然保育最为关切 未来的科技趋势 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议题 可以作为后续展览的重点参考 未来 我们也希望可以再创 全家人共有的欢乐天地 请不吝点赞订阅